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小选评测 近期惠客旗下的蚂蚁电竞发布了全球首款 750Hz的Fast TN电竞显示器 本期我们就来看一下惠客这块TN面板 达到了怎样的恐怖速度 同时我们也会对比有达600Hz 以及OLED显示器 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来看实测数据 惠客这块750Hz的面板型号为 SN241CN01.1 通过新材料配比 响应速度得到了明显加强 即便是最慢的普通档位 平均G2G来到了恐怖的2.8毫秒 在这个档位下还几乎没有过充 这也意味着不进行OD加压 仍然可以获得超快的响应速度 面板原生非常快 快速档位下 平均G2G为2.27毫秒 这个表现已经超过了 有达600Hz TN的2.4毫秒 平均过充15% 最大过充值出现在 0-32级回接的转换过程中 达到了90.18% 再来看一下急速档位 平均G2G反而更高来到了2.3毫秒 最慢的回接来到了5.74毫秒 平均过充24.28% 最大过充100.6% 接着来看一下750Hz的运动响应时间 最下OD档位下 上升BW为5.496 下降BW3.697 BET运动响应时间为1.53毫秒 非常恐怖的数据表现 在相对较慢的960速度下 观测于F4运动轻易度 在750Hz刷新率加持下 对比有达600Hz TN提升明显 与竞争状态接近 本体的轻易度超过了500Hz OLA 并且没有脱影 这还是没有开启插息针的情况下 辉壳这块750Hz的响应速度表现 已经可以说是LCD阵营最顶尖的水平 当然这里先别激动 TN的优势讲完了 得来看一下劣势的部分 聪明的你肯定知道 TN面板上升速度慢 即便是惠科这块面板也不例外 我们继续将UFO运动速度提升到1920 此时后方出现了明显的脱影 在与OLA对比会发现 本体的轻易度甚至略逊色于480Hz OLA 这就是上升速度慢导致的 在正常的游戏对局中 玩家拉枪高速定位时的运动速度 甚至要远远超过1920 蚂蚁垫垫在发布会 还重点宣传了DIC2.0插黑针功能 一共有三级调节 每一档对应不同的占空比 开启最高档位 脱影和运动轻轻度提升明显 丝毫不逊色于阻位的Diak 发布会宣称开启插黑针后 SVM值为0.94 我们实测为0.98 这个属于误差范围 符合宣传时的标准 当然这是在DIC最低档位测得 第二档SVM上升到了1.4 第三档为1.9 各位可以根据自称 对于平散的敏感程度 来选择关闭或调节合适的 插黑针档位 第三档1.9的SVM 仍然属于商严的范畴 一个优秀新产品的出现 我们不能只看优点 而忽略缺点的存在 这样才能方便用户 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 以此推动整个显示行业的发展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如果觉得评论内容还不错 请多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